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 总会想起世人孩子 他在春暖花开的日子出生 也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离开 亲爱的探友们好 我是博山的刘燕 2021年3月4日 我为大家读一首 孩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为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 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 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 东城眷属 愿你在城市 获得幸福 我只愿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1989年1月13日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是孩子诗里 流传最广的一首 被选进几种 榜本的中学语言教材 如果有人只读过孩子的一首诗 我想 那一定是真实 希望自己能坚持读诗 浸润诗相 让生活和乐性 变得更加丰盈 更暖 春暖花开 面朝大海